哈喽大家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视频稍微晚一点 有点事 咱们还是把今天的这个盘面呢 做一个总结 昨天的话呢 我们看这个期指 在四小时级别的话呢 我说这个位置当强不强 然后走的有点犹豫 表现呢 基本上就说四小时级别的21周级军线 被破掉 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呢 前天的运行结构的话呢 昨天呢 基本上是前半程回落 然后后半程的话呢 一直保持一个横盘状态 这个位置 下降横盘 并没有一个相样的反弹出现 那么在隔夜市场的话呢 也打了一个4260几点吧 那今天早盘的开盘呢 基本上平开 然后呢 就打到这个隔夜的这个低点 随后在这个位置上就站起来了 站起来 早盘的时候呢 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犹豫 当时呢 因为我在昨天吧 上一个交易日的话呢 把我们仓位都降下来 降下去以后呢 这个早盘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站上来回踩 在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就在这个点吧 哎 我说这打盘看着有点意思了 因为在盘前的这个平台 平台啊 这个直接被解决掉啊 直接被解决掉 而且呢 这个平台呢 呃 早上的这个位置呢 呃 基本上啊 也是昨天啊 后半程整理平台的上边沿 我说这个位置好像要走强啊 这市场要走强 然后呢 我就再把仓位呢 再次的重新进入市场啊 再重新进入市场 那这样的话呢 市场后面的话呢 也确确实实一直在震荡上行 呃 在盘中部分的话呢 出现了一定的抖动啊 但是呢 尾盘基本上以相对的高点收盘 那么在这个期指开盘之后啊 呃 然后直接的跳空啊 当然这当中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个换期的动用啊 换期的一个问题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啊 这个如果我们不看不看盘后的话呢 我们看指数啊 然后从周线角度到目前为止啊 表现还是不错啊 虽然呢 本周还是呈现了一个震荡的行情 但是呢 呃 从这个呃 位置上来看啊 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 应该啊 明天只要能够像期指那样啊 上涨的话 明天呢 应该是能够保持周线级别的阳线 如果能够保持阳线呢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还是啊 原有的啊 这个大的盘整区间 周线啊 盘整区间啊 依然有效 然后后面的话呢 围绕着这个位置啊 盘整的区间的上边沿 做了一个小级别的盘整啊 小级别的盘整 呃 那这样的话呢 直接在拉升之前 进行了一个抖动过程 现在进入到拉升段啊 进入到拉升段 那么向上的话呢 基本上啊 如果从标普指数本身来讲的话呢 就是整数关口有压力啊 4300 4400 4500啊 甚至于4600啊 然后隔100点有压力 那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无非就是前面的一个盘整区间啊 这个盘整区间的上涨角度啊 和这个上涨力度 那后面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时间上已经超过它了啊 时间上已经超过它了啊 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时间啊 已经远远的超过它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呢 呃 应该是具备啊 这个延长浪的啊 定义啊 不是最短的一浪 这当中的话不单单指幅度啊 也要指时间啊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那么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讲啊 没有问题了 现在呢 就是幅度问题啊 如果单纯说幅度相等啊 但是假如说幅度相等 那指向点的话呢 大概是4400点啊 4400点 这是幅度相等啊 幅度相等 那这个如果延长的话呢 那就到处再看啊 咱们再看内部结构啊 再看内部结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看啊 整个的这个上涨啊 保持的这个程度啊 保持程度 当然呢 这一段的话呢 如果走延长的话呢 你最起码最起码应该啊 比这个时间要长吧 啊 最起码要比这个时间要长 如果比这个时间长呢 那我们说4400点 这个位置 恐怕打不住啊 恐怕打不住啊 可能会走一个 呃 这个三浪延长的这么一个角度啊 三浪延长角度 那咱们就到时候再看啊 一步一步来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前两天呢 在这个位置上盘啊 盘了三个交易日 那我说 哎呦 我这个位置看着4小时级别 有点要破 216级均线 我说这个位置有点犹豫 别回来是假突破啊 但是今天早盘的话呢 看到早盘的这个盘面的走势 这个盘要走强啊 然后马上进场啊 然后再重新站到多头的阵营当中啊 那观察级别的话呢 基本上如果从标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大概就是30分钟级别啊 这30分钟级别呢 只要保持这个上涨态势 那我们就这个持续看就成了啊 那这是关于这个呃指数啊 关于指数 那比特币的话呢 26500啊 然后呢 这个大盘走的好也不行啊 那关于比特币的话呢 最近一段时间什么 Coinbase啊 币安啊 呃 然后这些问题吧啊 那是这再加上币圈最近一段时间的 这个呃 成绩不是那么火爆啊 所以呢 这个嗯 从目前的技术走势上来讲啊 不是看多的技术走势 呃 从这个货币资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还是说 如果美联储的这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哪怕在6月份不加息了 但是依然是在紧缩的路上 那既然紧缩的话呢 那市面上流的流通的美元就会少 对吧 流通美元少的话呢 大家的投资 首先来说 如果平均分配的话 那么分配到比特币上的资金就会少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呢 呃 如果大家都觉得经济会如何如何 大家都会自保 对吧 呃 避险 那避险呢 首先被 抛弃的就是风险类资产啊 就是风险类资产啊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呃 至少到现在为止图形不支持啊 我依然看调整啊 这是关于比特币 黄金啊 今天的话呢 是这个上涨了20多美元 呃 那这个 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基本上要做一个向上突破了啊 基本上要做向上突破了 那么站在大方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在这个位置上依然是看多黄金啊 然后呢 依然是拿1950美元作为多头的一个资金保护啊 然后呢 如果不操作它的这个呃 期货的话呢 你可以看看GLD啊 GLD啊 当然这弹性就一般般了啊 那么这个原油 今天的话呢 调整了啊 这个啊 今天再次调整啊 昨天就已经调了 那在这个位置上呢 原油我已经说过了啊 前两天的话 一直昨天吧 还保持在72美元的交易中心 今天的话呢 就把这个70美元破掉了 我个人感觉呢 原油最终的话 还是会向下破位啊 呃 即便啊 欧佩克啊 他们减缠 现在又说减缠是个啊 是个什么谣言是怎么回事的啊 反正满天飞吧啊 咱们呢 就最主要的就是 你只要看到资金走向啊 只要你看懂资金走向 基本上呢 这个大方向啊 应该不会脱离 短期的话 可能会受到一些 呃 消息的影响啊 嗯 等等等等 短期可能会啊 但是呢 这个 呃 这个 嗯 中期啊 这种走向 是很难改变的啊 很难很难改变 所以原油的话呢 我还是依然看调整啊 呃 天然气啊 今天的话呢 还是一个保持啊 调整的一个状态吧 基本上四小时级别的话呢 就是围绕着两块三毛钱啊 所震荡 个人感觉的话呢 从啊 经验的判断上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天然气最终的话 还是会碳两块破两块啊 这是从这个呃经验的判断上啊 经验的判断上 那么这个实际上的来讲的话呢 呃 这个当中的话 就是对周线月线啊 要保持一份敬畏吧 啊 我只能说天然气短期啊 这个或者说中期啊 超跌就不用多说了啊 但是呢 超跌之后的话呢 最好是把两块钱破啊 破一下之后 可能才会形成啊 这个中期的这个底部啊 所以说呢 在这位上呢 嗯 这么简单的图形 就判断它能够上涨 我觉得嗯 有点难度吧 那有点难度啊 只是概率问题啊 我们不排除啊 不排除上涨 但是呢 呃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的话 最好还是呃 这个呃 从大概率的角度上去做 那那其他方向的话呢 那就还说AI了 对吧 其实这个名牌股票 其他股票的话呢 这个咱们在这就不说了啊 AI的话呢 今天还是一个调整啊 从短期的走势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在缺口上方啊 还是有相应的压力啊 在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看到有非常大的成交量啊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这个位置有非常大的成交量 然后转天呢 这个高开之后呢 也是带着量往下拍啊 带着量往下拍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成交量啊 这个位置啊 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后面才开始缩量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成交量和前面头一天的成交量 这个位置在上面啊 压力是很重的啊 压力是很重的啊 压力啊 从技术的啊 这个呃 筹码的角度来讲啊 这个压力很重啊 套牢盘啊 说说说前面的这个获利盘 套牢盘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呢 一次性消化解决掉的可能性不大啊 可能就不大 所以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呃 还得小心啊 然后呢 呃 会有再次的调整出现啊 然后以他的性格的话呢 基本上呃 都会有一个破底的过程啊 都会有个破底的过程啊 以前多次了啊 多次啊 这个我们在这边画了好多好些个呃 好些个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你看这个位置啊 坐图破位啊 坐图破位 坐图破 坐图破啊 对 基本上都是这么个路子啊 所以说呢 这个方向的话呢 再加上上面的这个套牢盘很重啊 虽然他打到这个位置了 39美元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呃 前面的套牢盘比较重啊 那么这么重的套牢盘的话呢 呃 我想直接直接过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直接过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咱们把这个盘前盘后都都加上啊 这个位置就本身就有了啊 看这是咱们刚才五分钟一分钟画的啊 这个位置套牢盘啊 这个位置套牢盘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看交易重心的话啊 我们可以这样来画一下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话本身就有套牢啊 然后呢 前面这个位置的话也不用多说了 对吧 嗯 这个头一天的这个爆量啊 如果我们更精细一点啊 更精细一点的话呢 我们找到这个大成交量的位置啊 大成交量的位置啊 这个位置开啊 震仓啊 震仓之后带量上涨啊 带量突破啊 然后转天呢 这个下砸啊 砸完之后呢 呃 带量反抽啊 这是这个业绩之前嘛 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啊 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确定为一个 呃 资金的一个 呃 套牢区域啊 套牢区域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再把图形缩下来呢 我们看到套牢区域 套牢区域 你怎么着也得把套牢区域解决掉才可以 对吧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就得持续看了啊 那另外呢 从这个例子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比如说看特斯拉啊 特斯拉的话呢 当然我个人啊 这个喜好 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对吧 从炒作的角度来讲 今天的话 拉升10块钱 跟疯了一样 对吧 那么原来我一直就是说啊 我这产品不行啊 这产品还得再看 还得再看 对吧 但是这个点被突破啊 217啊 这个点被突破 当时我就改变观点 我注意啊 我说这特斯拉要要要来劲了啊 为什么啊 因为在这个点的话呢 是马斯克的弟弟卖股票啊 像这种筹码上的走向的这种消息 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 对吧 他弟弟在这上卖股票 对吧 卖股票呢 这个你想呢 肯定有很多套牢盘呢 对吧 那这些套牢盘呢 在这个位置上被解决掉 那OK了 对吧 你基本上知道了啊 这个位置应该是 呃 这个能够啊 既然敢解决这个啊 这些筹码呢 后面的话 肯定的想法是比较多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是从资金呢 筹码 尤其是像这种大片 对吧 有很多人持股啊 在哪个位置捡仓啊 等等等等的 对吧 这些的位置的话 你都可以记下来 都可以记下来 尤其是那些 呃 特斯拉的谜啊 粉呢 之类的 对吧 那你你既然是谜嘛 对吧 你又想从他身上赚钱 那像这些消息的话 我想你一定得把握住 啊 一定得把握住啊 那这就是举个例子了 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啊 这个昨天视频下方啊 有没有朋友留言啊 好的 那么安住啊 谢谢啊 每天都来啊 谢谢谢谢啊 呃 然后呢 这个志青 刘啊 天然气是否会在六月跌破两美元 取决于下周 是否加息啊 加息 下周加息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加周加息的可能性不太大啊 然后呢 这个他可能也叫就像这个澳澳洲啊 加拿大似的 他需要呢 停顿一下 然后看看经济数据啊 如果经济数据往下走呢 呃 他可能就继续观察啊 如果经济数据感觉哎 往下走的有点迟钝 那他可能就会再次的再再加啊 但是呢 普遍认为可能再加的话 也就再加个一次万次的这种感觉啊 呃 加息与否与黄金白银指数啊 然后啊 这个有影响啊 13日公布CPI出乎意料 造成市场的矩阵啊 呃 那就看吧 对吧 一切都顺其自然啊 一切都顺其自然 这当中的话呢 嗯 怎么说呢 这个数据是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这个市场先生的反应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 我们你看我这是非常小心的啊 操作啊 这个昨天的话把仓位一下减下去 然后今天的话把仓位一下就加上来 这个没办法啊 没办法 真的不知道市场先生怎么弄啊 所以说呢 抓住这个非常短暂的呃 消息的真空期啊 然后呢 赶紧啊 该该抢钱的时候就想就抢钱啊 那这个抢钱的过程的话呢 呃 最好呢 就是找一些周线级别啊 周线级别的这个啊 能够 当然你要说底部形态的话啊 周线级别最好找一些什么三买的图形啊 三买图形啊 这样比较快嘛 那比较快啊 然后呢 这个啊 你像AI的话是弹性股比较大 好票 但是呢 他这个前面正好吵过去 他如果赶上现在这个位置上喷呢 他就牛了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 我们就得 找 技术上支持的啊 正好配合上大盘 这样的话 你就抢钱比较快一点啊 行 那就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然后呢 这个啊 咱们这个啊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咱们明天再接着聊啊 拜拜 咱们这个啊